定期大会开议 市长赖清德带头缺席 民进党议员只愿意站在外头 表达拒绝开会立场 是一个地位未定的议长 既然要维持开会 要维持程序 要维持民主 口口声声讲民主 就请恢复原来的民主程序 至于睽違近三个月 再度踏进议事殿堂开议的李全教 依旧看不到赖清德 脸色铁青 说出正话 我绝对不容许 这种违宪乱证 违法乱纪的情势发生 我们会采取 积极的手段 来杜绝这种违法乱证的行为 怎么个依法处置李全教不明假 倒是把赖清德比喻成 古代暴君的商纣王 其实他个人 还有人格魅力 但是 每到人家给他建言的时候 他都以非常好的口才 来跟人家辩论 所以 这个最终的自取内亡 他的个性就是一个 独断 钻横的一个个性 台南市议会交开第一次定期大会 等了一个上午 只等到25名议员签到 人数未过半 李全教这头烙重话 频频割空开炮 市长赖清德依旧是理都不理 记者赖冠张 宋佩文台南报道